《中国政党制度的实际运营与前景》 那么现在第三点我们来强调一下 来分析一下 中国政党制度的实际运营与前景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前面说的是这套制度是怎么形成的 在49年前后 现在这里说的是 49年形成了这套制度以后 我们这套制度在实际当中是怎么运营的 它的实际运营的成效是怎么样的 甚至还要涉及到 这套制度未来的走向到底怎么样 就中共领导的这一方面 中共执政的这一方面 这套制度一直不断的强化 甚至有时候还是要走到了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存在 那么总体上呢 它的成就成效是明显的 成就是巨大的 但是呢 也犯过严重错误 这个严重的错误 我们说到了 有导向上的 也有形象上的 我们还甚至可以说 改革开放以来 这三十多年 我们在导向上 当然比起那个时候的大约境文革来讲 明显的有了扭转 也就是导向上 我们明显的走到了正道上了 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改革开放是正确的 但是也不否认 我们改革开放当中 也有某些具体的政策 或者是具体问题上的导向 也曾经出过一些问题 有过一些事物 譬如 我们曾经 在教育 这个医疗方面的问题上 教育医疗改革方面 我们曾经在 某些局部的一些部门 一些领导人 他们的观念上 实际上是存在着 认为教育应该市场化 医疗应该产业化 这样一种取向 这样一种取向 而一些部门 一些领导人 有这样一种取向的话 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我们 在医疗卫生方面的 在教育 医疗教育方面的 一些政策的 偏无收 因此造成了 老百姓 群众 一些不满 看病难 看病怪等等 当然还有其他 这些东西 我们也设计认得应该承认的 包括改革开放以来 总的导向是正确的 成就是明显的 但在绝部问题上 我们也曾经有过偏误 当然 后来 现在 情况又有好转 强调 教育卫生 是工业事业 而不能走向市场化 产业化 我们的经济 整个经济制度 走向市场化 市场经济 没问题 医疗 卫生 教育等等 不能统统走向市场化 还是要强调工业性质 因此政府要负取主要责任 因此政府要 以主要的投资 投资包 要投落 不能都推给市场 推给产业化 市场化 这点是蛮明显的 现在已经开始 越来越轻轻 认识到这些问题 当然这样说 并不是说回到计划经济 而是说 不能完全让工业事业 走向市场化 完全推给市场 应该 要 恰当地把握这个问题 不能完全走向市场化 不等于 不可以 引进一些市场机制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这里不多说了 我只是说的是 我们应该十四九十的看到 九十年也好 六十年也好 三十年也好 我们的成就 我们的成效 我们的成绩 要看到 充分的肯定 但我们的错误 我们的教训 我们的失误 包括近三十年来 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 也有一些 导向上 也有某些事物 要看到这些问题 要纠正这些事物 当然 更不要回避的是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在形象方面 权力浮败方面 有政无改 有政无减 到现在 还没有完全 驾驭一致 甚至还在那里 进一步发展的 这样的趋势 这是令人忧虑的事 一个是导向 一个是形象 这可是关系到 人民群众 对这个党的认同的问题 也关系到 这个党 这政和领导的 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应该注意 这个六十多年的 这政领导 六十多年的 中国政党制度的 实际的运行 我们要看到 由于我们自己 有过这样做的 偏误错误 所以在人民 对我们这个党的 认同方面 也曾经有过 几次是翘警钟的 一次是文革结束以后 我上次举过一个例子 文革结束以后 在社会上 当时出现了三星危机 信心 信任 信仰 三星危机 也就是对共产党的 信任度 也出了一些不可或许的情况 因为 我们自己犯了错误 文革这么大的错误 所以文革结束以后 人民群众 包括一些青年学生 有这样的思考 甚至有这样的一些 犹豫 实际上是 对我们这个党 悄悸减重 不能这犯 这样大的错误 如果这犯这样大的错误 您能领导好 折腾好吗 从人民群众 青年学生来讲 是希望这个党 能够 不要再出现这种重大的事 所以当时的三星危机 我可以把它看作是 人民群众 对这个党的认同方面的 一次警钟 好在后来改革开放 三中全会 扭转了整个 从整体上 扭转了这样一个错误的方向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而且改革开放 也确实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所以人民群众 应该说 在认同这个政党的问题上 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就三星危机的过去了 基本上过去了 但是今天依然不能忘记 当时文革结束的三星危机 实际上是一次警钟 后来 由于我们的腐败的问题 越发严重 所以 从我们青年学生的角度来讲 当时出现了两场学潮 80年的末期 两次学潮 我觉得 这两次学潮 从学生的角度 也是为了这个党好 为了这个党少一点收 为了这个党 他的队伍形象更好一些 才能够领导好这个国家 所以 当时 所谓学潮 我觉得 也是给我们这政党 敲了第二次警钟 都是关系到 人民群众 对这个党的认同 问题上 实际上敲了警钟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腐败越来越严重的话 将会失去人民的认同 如果前面一次是导向的问题 后面一次形象的问题 而且 我刚才也提到了一下 即便是 改革开放 三十年当中 我们总体上是 港下完全正确 但也不排除 我们在某些领域 某些具体 绝部问题上 已有过这样的那样的事物 而 像看病 将教育这些问题上 政策上的偏误 事物 会影响到 一大批 普通的老百姓 人民大众 会 引发某些 不满的情绪 改革开放 越发的深化 发展 越发的成果 越来越明显 为什么我们开明到 凡而难了 我们上学到凡而难了呢 这一点 来自 普通的劳动大众 一般的工农大众 弱势群体 他们出现了一些 不满情绪 我个人觉得 我前面都引过了 三个男 甚至联系到改革开放 也应该看到 这是对我们这个折证党 敲的第三次锦重 我的看法 第三次锦重 就是说 我们后来虽然很重视 这个私用经济的发展 我们甚至可以 允许老板落党 但是我们原来 所代表的 一般的工农大众 一般的劳动大众 一般的普通的大众 这方面 我们是不是会 有所获释了呢 以至于他们开明 教育都成了难题了呢 实际上 这个问题 我说 提醒我们 执政党和领导党 应该注意到 在这方面的政策调整 我觉得这又是一次锦重 第三次锦重 如果你真的 这个难 这个难 这个难越来越难的话 你怎么能够保证 老百姓对这个执政党 越来越强的一种认同度呢 因为人民群众都是这样实际的 好了 所以呢 在我看来 我们真的要吸取经验教育 至少这个六十年来 六十多年来 有过三次 这都看作是锦重的 也就是引起我们这个党警觉的地方 就是人民群众对这个党的认同 对这个党的态度 所以我刚才说了 九十周年 要歌功送的 同时也要深刻的反思 总结我们一些经验教育 使我们才能够这样 我们才能够从导向上形象上 更能够获得人民的认同 反之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好 这一点我们说的是 中国政党制度在这一方面 共产党领导和制度这方面 它的制度的运营的情况 还有一面 这个政党制度的另外一面 也就是多党合作 或者还包括政治协商 我讲或者主要是我认为 我这里就有我的观点 就是政治协商是不是 把它纳落到这个政党制度的提拔当中去 还是说政党 还是说政协制度是一个独立的一项制度 当然跟政党制度有联系 但相对还是独立的 这是由我的观点 所以我加了或者多次加了或者 这个何美何美国家还提到 也就是说一种提法是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一种是强调的是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那么还是有不同的提法 不同的看法 应该看到 建国初期还是不错的 运行的不错的 但是从57年以后 在这方面 多党合作互相监督政治协商方面 明显出现了重大的挫折 多党合作 民互相监督政治协商 在一段时间里 基本上是 不存在 基本上是不存在 这个确则还是很明显的一个确则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等 他们还是强调 要多党合作 还是要互相监督 还是要政治协商 所以经过了一段明显的确则以后 后来我们再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把它提到很高的高度 也就是说 要全面的看到 中国的政党制度 不仅仅是共产党领导合作争 还有一个 多党合作 还有政治协商 我的看法 还要脱出一下 还有一个复权监督 但是 这一面 我们 就不像 共产党政策和领导那样 制度一直在运作 而且不断加强 而多党合作等 我们是有过重大的曲折 一直到现在 我们在不断地恢复当中 但是 我个人觉得 它的发展还是不充分 它的实际成效 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依然不算充分 就是多党合作方面 互相监督方面 政治协商方面 我个人觉得还不够 也就是说 后面留下的空间 这个制度的空间 还有不少 按照你理论上的 说法 按照你制度的安排 这一套多党合作 互相监督 政治协商 还可以做得更好 可以有更大的空间 然而 现在还不够 这是制度的这一方面的运作上方 有够确切 有够恢复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我觉得还是不充分的 空间还是明显 好 这次讲一讲 他设计运作的情况怎么样 从两个方面看 特别是 是不是还是一党折衷 一党领导 多党合作 能够坚持多久 能够发展的 走向什么样一个前景 关于这个问题 我依然觉得 不用回避 我们要奢侈求是 理性的加以分学 由此 我引进一个 实际的 一个 一个情节 就是 大概十年多了吧 十年多以前 我在日本的 那个庆英大学 讲一个讲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讲座的时候 坐在下面的 除了教授 学生 还有一些 我开始不清楚的 他们是记者 等到可以提问题的时候 我说大家提问题 结果 举手发言的时候 才介绍 我是记者 多卖 新闻的 或者是其他的 多了 还有NHK 是吧 NHK 我忘了 也没有来 没有来 它不是电视台的 多卖新闻 糟了新闻等等 分文举手 我想记者提问题 是单刀子弱的 不加眼色的 古兰 他们提了一系列问题 其中有些问题 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情况 了解得很清楚 譬如说 这个 基层 选举当中 称委会 选上去的称委会主任 已经出现了不少什么 不是共产党员的 他们了解的 比我们 不差 还有说 这个 审议局 当时说 审议局的人大主任 是由党 这个审议书记兼的 等等 我说他们也了解了不少 这些问题 都不算什么 敏感和尖锐 最敏感 最尖锐的一个问题是 要记者提问了 既然是改革开放 是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就是变化 那么请问 你们中国 一党折政的 这种政党制度 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当然他说的变化 不是说这个制度 兼职下 长期兼职 变得越来越完善 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而是讲的是 这个一党折政 会不会发生变化 就是说 以后会不会走向 人流折政呢 有记者向我提 这样的问题 你说我怎么回答呢 我想了一下 我说我还要 十四九十的回答 我的回答是 你问我 这样的重大的制度 中国最重要的 最关键的制度 共产党一党折政 一党领导的制度 会不会发生变化 变到那个人流折政去 我的说法是 变 或者不变 那么 当时的记者们 当时的青云大学的下面 坐在下面 听讲的反响比你们还强 一下子 因为在他们看来 你这个回答 等于没有回答 但是我们的同学的回答 你发现没有那么强烈 为什么呢 你很清楚 我毕竟还是一种回答 为什么呢 在我们中国的发展过程当中 大家都很清楚 在以往 我们会说 这套制度会发生变化吗 变到人流折政去吗 恐怕连可能性都不会承认 或者不敢承认 而今天 大家已经清楚了 我注意到两种可能性 变或者不变 所谓变 一党折政 一党领导 有可能变到以后 人流折政 或者其他的政党模式下去 政党制度 所谓不变 就是这个基本的隔绝 基本的制度 一党折政 一党领导 依然会坚持 不会走到人流折政 或者其他的什么制度方面去 同学们 你们听了我这个回答 你们觉得现在 好像也没什么不得了 在当时他们日本的一些听 听讲者听了以后觉得 你们中国教授还能讲 这两种可能 他们哄吓起来了 那么我跟他们讲 我说确实 以前是我们不可能做这两种可能性的顾忌 今天可以做两种可能性的顾忌 确实是我们更理性了 更实施求是了 更敢于面对 这样的重大的问题 我认为是两种可能 这以前是 你讲这两种可能 可能就是要打毛病了 大问题了 我今天我说我敢于讲这个话 问题是变或者不变 两种可能 到底会走下哪种可能呢 大问题